最近呢 极限挑战节目组是正式发布了第四季的主海报 极限男人帮即刻回归的消息呢 无疑也成为了近期的热门话题 究竟新一期的节目六位哥哥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我们提前带您去推一下 从2015年6月14号起 极限男人帮已经陪伴着观众走过了三年的时光 有快乐 有欢笑 有喜悦 有泪水 但不变的永远是那一份兄弟情 当然还是要很感谢很多的观众很期待我们第四季 然后一样原版人马 因为很多人都很担心我们会不会有人不出现啊 或者是什么呢 请放心 因为这一次我们还是一样原版人马出来 三季以来 极限挑战都是一档受到观众喜爱与肯定的高分综艺 第四季也早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三月初 极限男人帮就再聚首 为新一期拍摄定装海套宣传片 其实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节目传递给大家更多正能量的东西 更加真情的 真实的 然后有感而发的 我们有娱乐性 但我们更有使命感 我们更有责任感 第三季的时候我们都有点熟练了 我觉得把那个扔掉 把所有的以前的包袱啊 把所有以前的那些经验呢 全扔掉 前期的筹备工作明显已经点燃了哥哥们心中久违的小火苗 对于第四季的节目发展 游戏设置也是展开了各自的期待 期待后面能碰到好玩的环节 好玩的不去而喻 另外一个也珍惜珍惜这好几期集攒下来的兄弟的友情 我觉得在第四季的时候 我们肯定在融为一体的同时 会产生新的火花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期待我们今天的第四季 会很棒 很好玩的 这些大人的事就交给哥哥们操心吧 对于绵羊弟弟张艺兴来说 还有另一件更重要大事 这个眼睛这里开始慢慢有皱纹了 这一边 90后的张艺兴已经开始为自己的颜值变化 深感忧心忡忡 殊不知 另一边的小猪哥 可是对你的颜值虎视眈眈的 我这次的突破是颜值的突破 跟他一心比 罗志强自己说不下去了 其他人也是听不下去了 他脑子是不清醒的 是不清醒的 这两次性都没有啊 我一直认为是他排第一 我排第二 他居然拿一心做标准 他没拿我做标准 希望他早日颜值能超过我 那是不可能的 哥哥们开心就好 不止啊 不止小猪哥 今天男人帮所有哥哥都是在我心中是最帅的 我由于新天地上海参观报道